TVB师弟陈展鹏和女友单文柔 7月22日一起现身香港湾仔出席店铺开幕里活动 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合体以情与党的形式赚外快 单文柔更称希望多存些钱想要买房子 其实哪用得着单文柔你买房子呀 之前陈展鹏接受访问时不是表明有和你结婚的打算了吗 房子当然是由成长鹏来买呀 就问我的家人看看我的家人会不会粥给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粥爸嘛 看看我的家人愿不愿意粥给我了 我自己买了就还没有想还没有想太多 都是家人买比较好 我觉得都是看缘分吧 可能明天可以结婚 对吗 可能过一两年也可以 不知道 我觉得舒服嘛 因为我觉得现在结婚不一定要安排很久很久很久 对吧 是这样子 听说好像故事里边的人说是我 他好像还没有跟我讲什么 所以那个要看天命的那个安排 可能这个主角也不是你呀 也可能也不是我啊 对不对 其实我妈一直跟我讲想我就是 没有你妈其实觉得我年纸还可以 比较成熟 比较稳定的 对其实我这样觉得他挺好 而是想我就是没有其他的最后就没有其他优点 好了你就好了你就最好了 虽然陈展鹏觉得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 但是毕竟女生的青春有限 刘文柔则指妈妈在看到报道后以为自己先斩后奏已经和别人跑了 都吓了一跳 不过虽然你们现在没办法承诺婚事 但是相信看到身边情侣不断的完成人生大事 你们也会有慢慢想主持家庭的想法的 就好像最近郑家领和女友陈凯玲就被传下月将在巴厘岛举办婚礼一样 也是很突然间发生的事哦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